這是什麼屌手法 這麼厲害 我八神完全打不過 話說 河馳跟乾紅交戰了 這一把的話 乾紅他的八神居然是被河馳 給稱讚了一下 打得很厲害 打得很好 他打八神居然打不過了 這把壓得不太好 直接且撐 跟龍化解掉了 剛完之後 下鼻之後 拉後 繼續點青全清角 撐著 打得相當的有防守反擊的味道了 套路不太一樣了 青紅輸了這個河馳這麼多年 現在有一些改變了 跟之前打法有點不太一樣 好 葵花倒地 AB過來抓 很意外 好 這把也是預判了對手的習慣 壓制習慣才敢升龍的 槍殺 葵花追得漂亮 跳西打地點 繼續下鼻下A 好 退出池 剛啦 撤了 跳鼻之後 剛好亂動 再中葵花 葵花電招之後 發波再葵花 潮水般的進攻 難怪和老二說他這個八神居然有點打不過 那就有點煩了 好 頭上頭打康特 拽過來 落地抓到 來吧 誒誒 失誤了 誒 這一波還可以 已經出了一個跟反了 然後八神已經反應過來了 AB閃現居然還中了這個抓 太講道理了 這個的 好 轉球 誒 它想跑過去抓 抓不到的話 符合指令又帶轉球 厲害了 這個大豬很難搞 三七大門啊 三七大門啊 沒機會靠近啊 可以 排康 來了 哎呀 空房被抓 這一波應該得搶一下藍之山才有機會了 在大豬面前人家空房 沒了 沒了 哎 好 點贊接著看 有的 拉一個16C 跳地之後 再跳C前接 下盤之後 繼續跳牙 哎 不防了 兄弟 好壞了 不防 哎 堵了一發生龍 又是跟倒在角落 下盤 想放針 打大葵花 好 三千殺 哎 下盤點了一下 突然一個抓 很意外啊 這個下逼很詭異啊 來吧 葵花 哎呀呀呀 危險 好 跑抓 距離不夠 不容易啊 終於抓到 空血怎麼說 好 直接踹死了 嗯 直接開葵花 下逼之後再葵命中 不走常規路啊 虛黃一下啊 跳C 在站A之後 好 繼續有壓制手段 在葵花站A啊 重拳 又想跑抓 我去 很兇啊 有點頂不住啊 葵花到底 來 站A之後 又突然偷襲一個下盤啊 你都不知道他下一招是怎麼打的啊 他之前這個站A的話 都是用這一個重拳啊 然後拉小鳳 這一波距離遠了啊 直接偷下盤 距離感很不錯 啊 又不一命中 來吧 哎呦 完了 下跪了啊 跪的話也得打死啊 好剛 好 下A抓到來吧 後啊 反搖D 正 CD 再一個正啊 這個正的話 是可以打一個無限的啊 但是 要小心對手瘦身啊 一瘦身你就完蛋了 看這一波的白色門能夠走多遠 這個男生還是不錯的啊 衝吧 啊 又想抓 好 反抓 過不了豬啊 啊 就摸你 機會來 好勝負呢 好 下B 哎呀 怎麼被反抓了呢 搞個什麼東西 二哥完了 快死了 關注修修 不易走丟 走 走